台湾高雄将近230万人 今天就是否罢免市长韩国瑜投票 根据选举委员会开票的资料 截至下午6点30分为止 同意罢免的数票 已经是超越门槛所需要的 57万4996票 说明罢免案已经通过 而韩国瑜也因此成为 台湾政治史上第一位 被选民投票罢免的直辖市长 多个公民团体早前 以韩国瑜当选市长4个月内 就参选总统 违背了政治责任和诚信原则 而发起罢免市长行动 随着公投通过罢免韩国瑜 他有权利在30天内 提出罢免无效诉讼 在诉讼程序结束前 高雄也不能举行补选 翻开历史 韩国瑜曾经在1994年 因为赞成兴建核电厂 而遭反核团体发动 提案罢免立委职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